如果各位有一直在看我们的新闻频道的话 就会知道我们其实是非常支持我们的执法人员的 我们认为执法人员在我们的社会当中是必要的 他们保护我们的安全保护我们的权利 让我们可以去上班不用24小时在家里拿着枪保护我们的财产 他们曾经宣誓效忠宪法以及美国的国旗 要来保护我们的自由 来避免一个极权的政府来压迫我们 直到他们变成政府的走狗 滥用公权力来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情 而且帮助政府来压迫我们 没什么东西 死了 给他在这个家里面 你哎呦 给他的好了 给他在你 给他你 你太害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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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个的网络 剛剛那個人犯了什麼錯,就是他在加油站顯示數字的地方貼了拜登的I did that 的貼紙 沒有錯,現在在美國你可以公開地搶一間珠寶店,打砸搶,破壞公物,燒警車,嫖妓,犯監營,吸毒,對父母說謊,使用媒體散播假數據來逼人戴口罩,打疫苗, 世界上所有說你不可以做的事情,你都可以做,但是你不可以嘲笑我們偉大的領導,Joe Biden 我一直以來都是非常支持警察的,但是當警察在保護自己的飯碗,而打壓我們這些納稅人的時候,就連我,Ethan,也非常想要 defund the police 我是Ethan,歡迎回到今天的 AI News 剛剛那位賓州的老阿公以拒捕,行為不檢,騷擾以及刑事惡作劇起訴 我們可以完全了解為什麼他會不爽,我們的油價已經到了無法接受的地步了 但是如果你是在一個極權國家的話,請三思而後行 我們活在一個跟我們認知完全顛倒的世界,我小時候對於美國政治的理解是 共和黨是推崇小政府,然後還有支持大集團、大公司的 這個黨永遠跟那些有錢的人站在一起,打壓勞工 這個黨執政的話,他們會廢除各式各樣保護勞工的規定 而且大公司會永遠不用付稅 而且這個黨永遠都想要更降低稅收 相反的,民主黨就是一個大政府的 民主黨要的就是要打擊這些貪婪的大公司、大集團 現在這個狀況是完全相反的啊 在網路上,很多人跟我之前的想法一樣 但是接下來這個新聞就可以告訴你 現在我們美國的狀態 上個星期在佛州,共和黨透過了一個法案 把迪士尼在佛州某些權力奪走了 迪士尼大概是整個佛州權力最大的集團 而且這個法律會提高迪士尼的賦稅 而且會重新制定迪士尼跟佛州的關係 只因為迪士尼對佛州的政府保護幼稚園的小孩 不可以接受變性人的思想教育 那這就是一個不同的方向了 因為在我小時候 民主黨才是一天到晚為了什麼社會議題 攻擊大公司的共和黨就是一群鬧種 什麼都不做 現在是共和黨在做這些事情 重新奪回這些社會議題的主導權 被大公司攻擊,而且兩倍的反擊 最大不同的地方就是原本大政府 社會主義萬歲、馬克思主義萬歲的間諜 都跟大公司走在一起了 公開的共產主義人士 Bernie Sanders的辦公室秘書 現在也跟迪士尼站在一起 我跟迪士尼這間大公司站在一起啊 那你一直在推崇的社會主義勒 你的all nothing and be happy勒 左派現在跟大公司站在一起 來抵抗政府 這個是馬克思要的嗎? 會是列寧要的嗎? 會是東方的紅太陽? 毛澤東會要的嗎? 不管怎麼樣,社會主義最終都會自我摧殘 然後最後滅亡 這個是已經被證實好多次的科學理論了 把小孩變性,讓小孩性別錯亂 現在變成民主黨最主要的目標 就是他們公開的直白的講 就是我就是要來洗腦你的小孩啊 你以前看什麼色情書刊啊 花花公子啊 書琪啊 天心的寫證集 還要偷偷的藏起來 不讓小孩看到 我們的民主黨 人民的黨 就是要在你小孩還在讀幼稚園的時候 就教他們這些 讓他們看這些 這些東西對他們來講有多重要啊 白宮發言人 Jane Saki 為了要政府幫忙變性小孩而落淚了 The political games and harsh and cruel attempts at laws or laws that we're seeing in some states like Florida that is not a reflection of the country moving to oppose LGBTQ plus communities that is not what we see in data that is not factual and that is not where things stand this is a political wedge issue and an attempt to win a culture war and they're doing that in a way that is harsh and cruel to a community of kids especially I'm like gonna get emotional about this issue because it's just it's horrible but you know it's like kids who are bullied and this is like all these leaders are taking steps to hurt them and hurt their lives and hurt their families and you look at some of these laws in these states and it is going after parents who are in loving relationships who have kids it's completely outrageous but it is a wedge issue sorry this is an issue that makes me completely crazy but it is an issue that is a political wedge issue it is not a reflection of where the country is this is an issue that makes me truly crazy 这个议题真的让我真的发疯了 这个是,这位白宫发言人就职以来说的最真实的话 这个女的有多变态有多噁心 她在,电视上痛哭 因为不能把小男孩的截截切掉 不能把女生的胸部切除 不能教导小孩色情 而且扭曲的性教育 这表示这些是 这些自由派多么神圣的一个宗旨 我们被很多自由派的人说 我们不要想太多好不好 起人忧天 不要这样误会别人的良善 别人的好意好不好 他们说我们这些基督徒 这些保守派 读了一本六千多年的书 就来压迫别人 每天就一天到晚 自以为是受害者 相信阴谋论 但是事实就是 这些自由派对于性泛滥 儿童性行为 这些变态 性变态 恋童癖 跟洗脑儿童的思想 有多么执着 他们已经把这类的变态行为 放在社会里面好久了 我记得我以前 很久以前看康熙来了 有一次李敖上节目 他说应该要把女生的结婚年龄 降到14岁 我就觉得很奇怪了 现在他们要3岁到5岁 就开始对他们有性教育 连他们ABC都还不太认识的时候 就要开始捣乱他们的性别认知 但是他们这些领导人是不会错的 他们的想法是不会错的 他们不需要有任何的解释 科学证据研究报告统计数据 左派认为赢的方法就是只要喊得很大声 闹得很乱 如果你不服从的话 我就让你不好过 让你不安宁 这种最原始的方法 就像我2岁的女儿在那边闹一样 或者是恐怖分子的恐怖攻击一样 这个就是左派认为的英雄 只要喊得超级超级大声 我们就会屈服 然后他们要什么 我们就会给什么 以下是左派英雄的一课 密西根的州议员 Mallory McMurrow I want every child in this state to feel seen, heard, and supported not marginalized and targeted because they are not straight, white, and Christian We cannot let hateful people tell you otherwise to scapegoat and deflect from the fact that they are not doing anything to fix the real issues that impact people's lives And I know that hate will only win If people like me stand by and let it happen 这个就是所有左派的政治方向 他们会很爱某个议题 然后整个国家其实是觉得 诶, why? 就跟Wendy Davis在选州长的时候一样 因为他反对德州的这个反度胎的法案 然后就出来骂这个骂那个 人权这个人权那个 然后他就变成左派当下的一个大英雄 他穿粉红色的鞋子 然后粉红色的鞋子就大卖 然后一选州长 他素得一塌糊涂 这个人就这样消失了 就不重要了 台湾的左派当时也是 整个民进党 还有一堆年轻不要脸的国民党 不知道为什么 无条件的支持同婚 然后要说什么发动公投 认为自己是个什么 正义之师之类的 台湾人一定都很赞成这个东西 结果公投一出来 以民主的制度来讲 台湾人并不接受同婚 结果他没有随便说什么 人权不应该公投 然后就这样子过了 也就是说 民主 民权 人民的思想 对于他们来讲 一点都不重要 对于左派来讲 一点都不重要 他们需要的是一个英雄 一个服从的 而且听话的 可以利用的英雄 华盛顿邮报 WASHINGTON POST 出了一篇长篇大论 来赞美这位 Malorie Mackerel 年轻的民主党人 网路上爆红 要求要重新思考 觉醒文化 这篇文章基本上讲的就是 问题不是出在 觉醒文化上面 问题就是 为什么我们的想法 没有跟这位 McMarrell合一 报道上面说 McMarrell认为说 他自己是一个女人 一个白人 一个基督徒 而且是一位母亲 希望他的小孩 可以跟不是白人的 非二人性别的 非基督徒 同性恋 变性人的家庭 他希望能翻转 这个IDENTITY POLITICS 身份政治的 这个辩论方向 然后往其他的方向走 那些反对觉醒的人 这就是我们保守派 OK 没有资格独霸 我们的社会 使用他们老旧的思想 以及宗教 站在道德的至高处 来霸凌跟他们不同的人 同时又假装不在乎 每个人的身份认同 用法律来分割 破坏 塑造出一个残酷的 排外的社会 这些都在说我们 OK 所以 真的是这个样子吗 是哪些人 到处去举发 投给川普的人 逼着公司 要开除保守派的 是哪一派的人 一直在封锁保守派的声音 让我们必须要反击的 是哪些人 一直在攻击别人的宗教 一直在说 政教一定要分离 分离到 只要你有信仰 你就不可以执政 不可以有任何的声音 Amy Coney Barrett 那个时候就是这个样子 那些人 一直逼着大公司 一定要选边站 最后一点很重要哦 各位可以想想看 为什么迪士尼会加入战局 长期以来 迪士尼都是走在 左派的边缘的公司 这个大家都知道 但是对于一个公司来讲 左派的钱也是钱 右派的钱也是钱 一个公司基本上赚钱还是最重要的吧 对不对 特别像迪士尼这个样子的公司 那么为什么这次迪士尼会突然选边站呢 不就是因为一群他们的员工 左派的员工 上电视 上社交媒体 上班的时候抗议 在那个地方到处传递说 我们一定要教导三岁到五岁的小孩变性 然后还有这个性教育 一定要把变性人放在所有人的生活里面 所以迪士尼那些 无能的闹种领导才会说 好吧 那我们就说 我们反对佛州的法案吧 然后 Ron DeSantis 才反击的不是吗 所以当这些大公司妥协的时候 我们就是要让他们知道 我们不会妥协 我们不允许你骚扰我们的家庭 你跟左派妥协 你就必须要付出代价 Netflix上个星期五 股价下跌了35% Disney的股价 Hulu的股价 这些原本只是做生意的人 你们只要跟左派站在一起 就会得到我们的惩罚 就会失去我们的生意 Ron DeSantis 撤除迪士尼赴税优惠 是在打压迪士尼吗 你脑残吗 你本来就是应该要赴税的不是吗 你的左派同盟还认为说 你应该要付90%的税 然后让我们这些人 有全民基本收入 左派一再的侵蚀我们的生活 而且是全方位的 觉醒文化会推翻我们的社会秩序 不只是性教育 洗脑我们的小孩 就连你 你的生活 你的家庭都不安全 如果你还没有结婚 你还没有小孩的话 有一名罪犯在洛杉矶 这几天过得非常开心 我相信不止一个 应该有很多个 这个人是一位连续犯罪 进出监狱好几次 有个非常长的犯罪史 有各式各样的罪行的一个大坏蛋 跟帮派也有关系 而且是因为杀人而进去的 被定的罪 会跟最后原本应该要有的刑罚少很多 因为我们的检察官 George Gascon 是一个自由派的脑残 是吗?他是脑残吗? 他的职位原本是要来起诉犯人的 但是现在他的工作变成是 能让多少罪犯离开监狱 就让多少罪犯离开监狱 犯人有多感谢这位 Gascon呢? 以下是他跟他律师的对话 展现了他的喜悦 还有对我们觉醒检察官的感谢 LA gang member convicted of murder vows to get the ultra woke district attorney George Gascon's name tattooed on his face for shaving years off his sentence Now he might be lying After all he is a murderer But it's great Now we can identify fail liberal policies by the tattoo on our assailant's faces Hernandez had pleaded guilty to murder as well as personal use of a firearm for the killing of a pot delivery person back in 2018 Now we got a new DA in LA so they're gonna I got caught on the 14th fool I think Compton on Thursday so they're gonna drop a gang of like my gun enhancement my gang enhancement my gang enhancement's 10 years fool for being a gang member Gascon呢? where the **** I don't get that **** name on my face That's the champ right there 听起来很好笑吧 我要把他名字刺在我的脸上 这是什么搞笑喜剧里面的这个剧本啊 可惜不是 我们洛杉矶的检察官 真的没事要大赦天下 把这些杀人犯全部放出来 这些帮派分子 这些坏人 这些可能脑子不太清楚的去做坏事 但是这些人他懂得 饮水思源哦 他们知道是谁在帮助他们哦 谁在帮助他们继续做坏事 他们知道他们做这些坏事 是谁赦免他们的 不是耶稣哦 是George Gascon 因为觉醒文化就是 我们要接纳这些犯人 杀人狂 神经病 精神不稳定的人在我们大街上 这个叫做大爱 也就是说 未来在洛杉矶 会有更多的人受伤 会有更多的人被杀死 会有更多的人被暴力犯罪 会有更多无辜的纳税人 公民 被这些犯罪打压 我们的社会会越来越不稳定 我们的公司会出走 因为没有商家愿意在一个不和平的地方投资 因为我们的检察官 不在乎我们 他在乎的是像这个 Louis Angel Hernandez 这样的罪犯 他在乎的是 他的人生 在乎的是 他的自由 跟他的感觉 我们这些守法的 安静的 只想上班 创业 养家糊口的人 一点都不重要 我们好像有在 想办法罢免这位 Gascon这位检察官 目前的确是有在收集签名 但是非常非常的困难 请帮我们洛杉矶祷祷告 或者帮我们AI News 祷告 让我们可以把公司牵出洛杉矶 还是什么的 那么 为什么我们的DA会这个样子做呢? 为什么我们的检察官 要把这个样子的人放出来呢? 首先是因为 这是左派人的信仰 左派的人相信 人性本善 人会做坏事的原因 就是因为社会让他们不成功 是社会的问题让他们变坏了 所以这一切就变成 其实这些东西都是我们的错 犯罪不会犯错 罪犯杀人也是被我们社会逼出来的 其实在一个杀人案件当中 其实杀人犯 开枪的凶手才是真正的受害者 这个是思想上面的原因 那么政治上面的原因呢? 就是乱世出英雄 对于左派来讲 社会越乱 机会就越多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处心几率的 想要推翻我们的基本常识 我们的伦理道德 跟我们的传统文化 他们想要推翻的是整个法律系统 司法模式 他们想要推翻整个社会的治安 这就是为什么左派会鼓励BLM这样的暴动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副总统创建一个基金会 来保释最可怕最危险的暴力犯罪 因为当大街上充满着暴力 当我们的建筑物着着火 当我们的法律没有被执行 当我们的警察经费被删除 整个警察局被废除 这个就让左派有更多的机会 来动摇我们的社会 他们就可以推翻我们的社会制度 来依照他们的想法 他们的思想来建立一个崭新的乌陀邦 这种放出暴力犯罪造成社会动荡 不是因为我们检察官无能 不是因为他很蠢 而是因为这就是他想要的 这就是左派民主党想要的 在中国大陆 这叫做文化大革命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那在美国会叫什么呢 有想法请在下面留言 我们的律法 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文化 正在崩溃当中 很多人会说 AI News每天报这种很糟糕的新闻 真是令人不是很好过啊 警察也不做 警察该做的事情 打砸抢也没有 执法人员在管 贴Joe Biden I did that的贴纸 反而被抓去关 整个美国被几个大公司掌控 Disney Facebook Twitter 新闻全部都被左派掌控着 堕胎 变性 性泛滥 全部都被放在教育里面 让小孩从五岁就开始学习 怎样当个左派的废人 除了祷告 我们还能做什么呢 错 你不可以这样想 我们要知道的是 这些东西 是要从我们开始改变的 邪恶的价值观 不能用更邪恶的手法去推翻 只能用正义 正直 良善的价值观去改变 我们做节目 不是为了要让大家听得爽 就是 哦哦哦 川普会来拯救我们 Ron DeSantis会来打败迪士尼 Elon Musk会来拯救言论自由 而是 我们需要改变 我们要开始homeschool 我们要开始当好的灵社 我们要保护自己 我们不能只依赖警察 我们要了解美国的文化 我们要自己去读圣经 我们要改变我们的人生 而且使用我们的人生 来改变其他的人 我们要创业 我们要脱离左派的掌控 这些东西是我们可以做的 而且也是必须要做的 我们可以夺回我们家庭的主导权 我们家庭可以影响整个社区 社区可以影响城市 城市可以影响州 州政府可以影响整个国家 这个样子 我们有一天就不用想办法 怎么罢免 Nusom跟George Gascon 这样子的人了 因为 如果我们可以影响我们身边的人 我们社区的人 都有正确的价值观的话 那些人 一开始就不会有 滥用职权的权利 那天有一个人留言说 政教本来就应该分离啊 信仰跟政治 本来就不应该扯在一起啊 这个主题我们之前做过了 但是我在这里再回答一次 没有底线 我们就一定会变成一个左派 而一个人没有信仰 就不会有所谓的底线 感谢大家收看 我是Ethan 更多美国情报 请继续关注 AI News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